刚刚开局没多久 林呱呱就在对手家里扔了三个大目的 诶 他这是想坟场蹦迪呢 还是想劝退对手 欢迎大家收看平川解说 林呱呱牵坟大战韩国玩家 平川说冷静 天天凉无瘦 大家好 我是平川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一场林呱呱的非主流对抗 开局的话 他造的地穴直接取消 雪恶带之拉了一个小尸身又往对手家里去了 这林呱呱的不死族玩得总是非常的奔放 之前我们结束了一场开局两分钟 直接把基地都卖掉 然后往对手家里扔大目的 这一集我们看看是不是依然是这样的战术 好 小尸身过来直接扔了一个大目的 嗯 这里再扔一个 好 扔了两个 那我们看一下视野 对手的视野是看不见的 这两个大目的看不见 要是能看见 肯定民兵就敲起来了 那什么时候能看见呢 现在也是天料 天黑肯定也看不见 那肯定是步兵出来的时候能看见 好 这次期间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双方的选手 地图选择的是EI 回升岛出生在地图左边蓝色的亡灵 灵呱呱 他的对手出生在地图的右边 一个红色的人族 好 人族这一边的话是先造兵营 后造集团 哎 步兵一出来看见了 有情况 居然在我家里扔了 哇 两个大目的 三个大目的 好 发现之后直接瞧民兵赶紧拆 这大目的要是起来不得了啊 好 灵呱呱表示No Oh No 不要再拆 是吧 拆了我这个战术就不行了 这灵呱呱是虚张声势呢 还是真的No No No 我们期待一下啊 好 对手的话敲了三个民兵 能把这个大目的给敲掉吗 看样子的话有一定的概率 好 灵呱呱选择的是中立英雄 火焰领主 火焰领主开始打架了 我们看一下对手会出那个英雄 好 灵呱呱还是取消了这个大目的 没办法又敲了两个民兵 这两个大目的应该是可以吧 开局就扔大目的 灵呱呱如此嚣张 还是自信 好 灵呱呱选择的是中立英雄 火魔 对手选择的是Tinker 你还别说啊 对手还真会打 知道这种战术的话 你表面上好像乃势汹汹 其实家里空虚的一批啊 对手一看 果然在家里啥也没有 那灵呱呱赶紧把多余的建筑给卖掉 尽量的把钱收回来支援一下前线 好 卖祭坛 卖这边的一个通灵塔 灵呱呱没办法啊 只能交TP回来 确实这也是一种防TR的非常有意思的战术 尤其是人组打这边的一个兽子的时候 你人组GTR兽子可以直接去人组家里杀农民 你只要断他的经济 是吧 他的塔就起不来 好 灵呱呱这一波没有办法啊 只能TP回来 把这个听个劝退一下 来 把这边的步兵劝退 那另外一边的话 人组趁此机会 你英雄不在 我冥冰一波又一波 哎 灵呱呱这一局千分流好像要失败了 你打暗夜精灵 对付我没有冥冰 但是打人组可以敲冥冰 说实话这个千分流不太好用 好 这个大墓地能不能撑住 这个大墓地好像也要被拆 开局三个大墓地已经拆过两次了 好 这里重新再造 那这边Tinker的话又杀了回来 嘿 你走我就回来 怎么办 灵光赶紧去买一个单船吧 难受啊 这被对手各种调度 前线方面我们看一下 好 两个大墓地是起来了 这边一共造了几个小农民啊 四个四个 八个 九个 好 买了个单船 那单船回来赶紧过来前线战斗一下 人组这边家里补一点塔 好 这就是千分流啊 直接拉农民来打架 但这个战术打人组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来 两个人就互相拼农民了 你的小四身 我的是民兵 我民兵正难了三秒钟 十二十三的攻击 这边是九到十 所以还是民兵的战斗能力强一点 好 这边依靠火魔 那另外一边Tinker又过去了 推了 灵光光的话家里遭殃 家里农民要是一个一个死 或者矿盖子丢了 那后面经济起不来 这一波战术可能就成型不了 听到这个英雄确实比较克制这个战术 这边火魔的话 看看单船CD有没有好 暂时没有好 单船CD好之后 估计还要回家再去处理一下 好 人组圣塔好了两根 这意味着你的火魔 发挥空间就很小了 那小四身不一定拼得过这个民兵 哎呀 这一局林呱呱感觉凶多吉少了 另外一边 Tinker继续在林呱呱家流晃 你不是习惯在我家里闹腾吗 那我也去你家里闹一闹 怎么办 火魔的话现在 哎呀 状态有点差 想回去不一定能守得住啊 进攻起来的话 现在压力也很大 这对手两根塔再造几根塔 为林呱呱只能造一点塔了 但是林呱呱家里没有坟场 有坟场的话可以生一个红塔 可惜没有那只能生冰塔 冰塔的战斗能力一般般 好 这一局林呱呱感觉有点难了 哎呦 为杀也出现一个小失误 没有为住 小四身有点催 好 这一波林呱呱 简直就是上也不能下也不能 哈 真的难 好 单转回去 还是要处理一下这个Tinker 哎 能打得瘾吗 好 我二级 你一级 有准跟我单挑 Tinker表示 嗯 不跟你单挑啊 我呢 现在就是拖 拖一个节奏 只要我家里是把塔多起来 你这边的话 坟场千坟 什么坟场蹦迪啊 都不行 好 拼个先撤 这边的话 两英雄暂时都没有鞋子 林呱呱 小农民冲到对手家里去了 但是冲不动了 这冥冰一波又一波 人族越打越自信 小小千坟流 我都不放眼里 还直接升本了 好 那林呱呱这个战术 估计得转型转型了 这个战术好像成功不了 怎么办 这一局 本以为秀了一波很有意思的战术 结果被对手给克制了 好 这边围杀一下 挺可 口袋工厂一人 那接下来的话 要处理一下这个口袋工厂不 好 他想杀英雄 可以 这边卡位 补位 哎 对手 不过对手英雄有TP 这边能不能卡住 小四星狂不住了 好 冰塔可以减速 那挺可 一个TP回去 这一波如果能把英雄给干掉 嗯 还不好说 但是英雄没有弄死 怎么办 人族造了个商店 林乖乖这边的话继续出农民 然后前线造了个地穴 后面还在出点狗子 这边商店也好了 来 多找点库龙 还是想继续进攻 对手的话 我们看一下铁匠铺有了 暂时还没有防目场 暂时造不了剑塔 就是顺塔 对手的话 现在出这边的铁匠铺 是为了二本之后出小炮 二本小炮一出 你这边的通灵塔 都是纸 林乖乖还是不想放弃啊 在前线造了一个坟场 还想把千坟进行到底 好 家里的话 哎呦 打的是真的奔放啊 把大目的也卖了 这一局确实能卖的都卖掉 就是为了支援这边前线的一个战斗 这一波能成功不 前线的话 看看家家里共12个小师生 说实话有点少 人族倒是憋到了33人口 这一波林乖乖起虎难下 怎么办 这个战术本来的话 就是经济损失比较的大 你这要是TR不下来 后期自己该怎么打 还是问题很大啊 好 现在林乖乖唯一的一个小优势 就是英雄经验值比对手多 等级还没有到高啊 只是经验值比较多一点 那这边怎么办 对手的话家里三根圣塔 这小伙人没有发挥空间啊 本场造好 后面看看能不能通过红塔 来来慢慢的往前推进 听口的话 现在吃个慢疗状态不好 火魔升到了三阶 三阶之后 火魔瓶A的伤害还是比较高的 来 围杀一个步兵 这边的话 骷髅棒 找点骷髅吧 有坟场在 后面尸体源源不断 又造了一个通灵塔 那现在小四三进不去一样 这人族在外面造了一个车间 可以 要出小炮了 奥本已经升好 小炮 蓄势待发 现在人族经济稍微的有点差 等经济好了 转点小炮 小炮在里面狂轰乱炸 林瓜瓜 不一定能守得住 林瓜瓜前线多出一点小狗 看看到时候 能不能第一时间围杀对方的这个小炮 那另外一边的话 人族 可以 直接派步兵过来骚扰 那林瓜瓜家里也被搞得一团糟啊 林瓜瓜家里只有一个矿盖子 倒是人族家里非常坚挺 这到底是谁提啊谁啊 好吧 这边二英雄选择的是大法师 我们看一下大法师到时候会不会升个暴风雪 现在火魔有点各种来救火啊 主框分框 前线进攻 要救火 家里要救火 这边二英雄大法师出来了 大法师果然升的是暴风雪 呜 暴风雪一砸 小炮也出来了 小四三小围杀 这围杀不住啊 马上第二个小炮也要出来 怎么办 好林瓜瓜的话战术转移 这刚刚卖完这个基地好像要重新造一个 这战术死路不通啊 这么多建筑估计都一个一个要掉 火魔 这里想好好秀一下自己的一个等级 可惜 对方人多势众 打不过 怎么办 小炮越出越多 这边的建筑 哼 又不卖了吧 这不卖的话 难受啊 投入非常的多 看看能卖一点就卖一点 能收回一下 哦 这林瓜瓜并没有放弃啊 他选择升奥本 好 反正你想法的数量也没有成型 我还能再拖 最好能拖到奥本 奥本拖好之后 看看能不能二发一个英雄 把这个局势给打回来 家里 哇 依然被这边的富特曼骚扰 幸好林瓜瓜也是拉了三条小狗气回去 三条小狗 大战 三个步兵 谁能赢呢 血线三百四 这边四百二 攻击的话 这边十二 这边十二 十三 攻击差不多 但是血线的话 富特曼多一点 可惜你的操作不一样 好嘞 那这一波的话 林瓜瓜 还在撑 还在撑 小炮 狂轰乱炸 这边挺可的话 二级继续练几 富特曼的话 哎 见好就收啊 三打三 这边步兵死了一个 小狗好像也要死一个 没有冰塔 操作空间比较的小 小狗我继续走 走走走走走 哦 绕圈圈会被碰一下 好重新又造一个大蜜蜜队 哎 难受啊 好 这边二本取消 那这边前线确实撑不住了呀 战术要转型 这个战术转型 代价相当的高 林瓜瓜 还是低估了对手的一个实力 没想到对手随机应变的能力 还有点强 怎么办呢 家里防守稍微坐一坐 后面转型吧 看看换一套战术 能不能赢 魔兽阵霸 最忌讳是临时换战术 这个时候经济代价比较的高 时间成分也比较的高 好吧 慢慢练 看看火魔练到五级 能不能靠一级之力 这边的话 能卖的就卖啊 能收回来一点就收回来一点 好 大墓地全线卖掉 人族的话长输一口气 哈 不容易啊 差点就被这个面的坟场给 全部给弄死了 是吧 被闹鬼给闹没了 好 那这一波解决之后 我们看一下林瓜瓜后续 转什么战术 这边火魔四级 对手英雄2.7 火魔的话英雄等级优势 还是比较的高 人族这边的话 有奥本科技 嗯 蓝屋加加雪 后面的话 看看 呦 家里还出了一个炮塔 这个人族 确实防守比较的到位啊 这边林瓜瓜火魔 继续练 两攻转 一个加五 一个加五 加十的攻击之转 家里 来来来啊 该造的建筑都造一造 坟场 商店 必须 诶 除了祭坛没有 其他该有的 他都有了 好 人族 要不要反打啊 那人族倒是没有着急去反打 而是选择慢慢发育 这个英雄的话 等级起来 后面发挥的空间 也比较的大 那林瓜瓜的话 一般T2完之后 要干嘛 诶 要开矿 好 林瓜瓜开个矿吧 开矿 弥补一下自己 前击战术转型 是吧 这个资金随时比较的大 开个矿 弥补一下 刚好对手好像也不着急进攻 趁此机魂开个矿 哎呦 对手也要开矿吗 不过人族这边的经济稍微差一点啊 再等一等 这个矿还是有机会可以开 攻击之爪 加8 停个三级了 大好时 二级 好 小农民并没有着急回家 大概率是要开矿了 林瓜瓜 也是开矿 诶 两个人又回到开矿打开矿的一个局面吗 现在林瓜瓜的科技进度稍微的有点慢 一本 打对手的一个二本科技 人口方面 林瓜瓜23 对手的话是47 那还是领先一倍的人口 火魔4.6级 哎呀 该来的 总归要来的啊 对手要反打了 哦呦 三个小炮 拆建筑有点快 火魔的话 单纯CD还没有好 只能慢慢走回来 狗子往后拉扯一下 多出点狗子 后面找机会 把对方的一个小炮 给解决一下 没有二本科技 火魔的话买不了血瓶 只能够通过操作跟对方打一些牵制 呼呦 大法师 骑脸下暴风雪 好 狗子找机会 我这个人走打得非常的保守啊 一看到你有反打的一个欲望 那我往后撤 可以吧 我撤 我撤 我再撤撤 火魔4.6 还没有到5级 这边的话 诶 女巫来一个缓速 这边2级小火人 战斗能力还是有点强的 看看人组有没有升好这个驱散啊 男巫驱散一升好 小火人也通通都是经验值 诶 这个狗子能不能追到 能不能追到 屁 还是别再给他A掉 好 火魔4.8级了 离5级越来越近 哎 关键是这个分框 有机会开出来啊 分框开出来 多造点塔 只要分框稳住 后续发挥 还是比较大的空间 人组分框 他也开了出来 那人组的科技进度还是领先 分框进度也领先 这一季 林呱呱 还是难 来 火魔 现在是4.8级 哎呀 完了 中间开了狗子往这边过来 这狗子暴露自己的分框 完了 分框被发现了 那林呱呱 硬着头皮好像也要手 现在转了两个蜘蛛 哇 要是有五个蜘蛛就好 现在两个蜘蛛 还是有点费劲 停个二级的口袋工厂 一扔 嗯 慢慢拆 好 来来 首个加 这边女巫缓个速 哎呦呦呦 小四星围杀 可惜男巫生好了驱散 可以 这个男巫驱散很关键 差点被农民围杀了 没有排面 来 这边一个口袋工厂清理一下 看看火魔 是不是能到五级 刚做完精管一闪五级了 五级之后 来 刚到五级就被击杀 这难受啊 女巫一个缓速 小炮狂轰乱炸 这一局 林呱呱难了 分矿这边 能多彩一点 就多彩一点吧 钱够不够 钱好像够 可以把英雄买活 五级英雄 刚到五级就死了 哼 花钱多 给队的经验值还多啊 很难受 好 这一波大法师升到了三级 林呱呱 够不够钱啊 钱是够 这木头有点费劲 好 直接把大墓地给卖掉吧 分矿卖掉 疯狂不成功 现在林呱呱看看 有没有机会啊 逆转这个形式 现在来看 已经是天崩地裂了 科技落后 资源落后 好 火魔的话 买活 没有鞋子 很危险的啊 被小 小 小女巫捡个送 能不能跑掉 是个大辣 哦呦 直接买了个大篮 可以 大篮也吃啊 后面靠小伙人 看能不能翻盘 这边的花 货啊 两个炮塔 真的稳 林光环现在 并不知道 对方开了分矿啊 还在守家 家里的话 不带好手 大瓦石 二级的一个暴风雪 好 一级的暴风雪 二级的光环 还是为这边的兄弟们 做贡献啊 来 火魔的话 把对方的一个女巫解决掉 女巫解决 没有人给我还送 然后操作空间就比较大 好 这里再把小炮 蓝巫给解决一下 哦呦呦 这边两个英雄打你 一个不讲武德 这边走位小心一点 好 这边身上还有个大无敌 所以火魔还可以继续往前冲 一个一个 各个击破 这一波伤害有点高 来 小炮 也解决一下 接下来的话 再杀大法师 哦呦 大无敌一顶 好 反杀大法师 大法师有没有卡住 大法师跑了 继续追 好 这个伤害打得甚至好疼 大法师 秒掉 火魔5.6级了 但是这个大无敌的时间 好像要到了 家里的话 有冰塔 但是操作空间有点小 人度这一波 要是墙上霸王 硬双弓 有机会把火魔给解决掉 火魔一身血 好 一个仪式匕首 来 恢复一点血线 可以 这个单位还是自己的 这边再拖 但是这个通灵塔 能不能拖得住呢 幸好对手只有一个小炮 来 等这边火魔状态好一点 还可以杀出来 这一波好像 勉强守住了 来 可惜 没有科技啊 如果有科技的话 买一个血瓶 现在林瓜瓜 他就想把火魔搞到六级 六级之后一个火山爆发 绝对大翻盘 看看能不能行啊 现在的话 火魔恨意嚣张 人族的话先撤 浩瀚不吃 眼前亏 人族现在的话 钱很多 但是木头有点崩 主要还是升三本了 这升三本不是想出坦克吧 坦克一出 这火魔是真的难受 好 追杀 火魔走打 来 解决掉 可以 火魔 来 经验之好像没有拿到 被对手给反补了 很难受 这边双矿 打单矿 人族大法师 复活一下 家里都花三本 刚升没多久 呦 两个英雄 我们还是先恢复一下状态吧 小动物 找骷髅 去侦察一下 人族大部队倒是不慌不忙啊 现在的话是49人口 练练集 让听客升到5 5集之后 听客打游击 那叫一个墙啊 这边也领瓜瓜 疯狂想死灰复燃 我呦 对手看见了 这口袋工厂一扔 完了 这个疯狂的话 还是没戏 火魔 赶紧回家 火魔可整了个鞋子 灵活一点 但是对手也有鞋子啊 不但好追 互相内甲 相当于不准 来 口袋工厂解决一下 来后走打 一下 这操作玩得跟Dota一样啊 来 走A一下 反补 走一下 再A 可惜对手也有鞋 追不上 好吧 这个矿盖子 期待他能造好 听客非常灵活 撤退 火魔的话 非常的孤单 没有人陪自己走啊 好 人足的话 分框继续防守 暂时 林瓜瓜还没有发现这个分框 这林瓜瓜发现之后 估计不想完了 这落后太多太多了 听客来你家 扔个口袋工厂 来摸一摸你的建筑 家里的话 升三百 哇 人足不会还想再开矿吧 现在人足不得很多 继续练及 林瓜瓜第一时间 把这口袋工厂 来清理一下 打口袋工厂 还能赚点小经验 就等他到六 六级之后 绝境大翻盘 分框 有机会开好 这个分框的话 也是多灾多难 听客 我这一局的话 感觉林瓜瓜被对手 调度来调度去啊 追了半天 一个单船 撤退 哎 撤退到这儿 好 这个点要不要开矿 大法师过来了 暂时没有农民过来 这个矿的话 暂时好塔先过来 那对手还是想把这个矿给开出来 反应都省好了 林瓜瓜现在怎么办 火魔5.8级 即将到6级 那分挂赶紧赶紧 是吧 把该造的防射都造好 好不容易把矿盖子弄好 好 林瓜瓜过来一看 心都碎了呀 没想到 对手把分框都开出来了 林瓜瓜本以为是单框打单框 是吧 自己还开了一个分框 结果没想到 对手早早就把这个分框给开好 那这小狗有机会吗 火魔 差一个丢丢经验值 还差多少 差82 到82 到6级 6级之后放个大招 把这个分框给拆了 有机会 是不是 好 一个农民倒下 再来一个农民倒下 火魔还差32点经验值 有的是这个炮塔太硬了呀 搞不动 这圣塔的话 把火魔的蓝也想好的差不多 好 又干掉一个 差7点经验值 来 7点直验值 我要到6级了 但是自己的魔法值不够了啊 被圣塔点的有点多 这里想拆 有点拆不动 炮塔 好 终于拆完了 火魔到了6级 要不要神大招 但是分框 又被对手给发现了 难受啊 灵瓜瓜本以为有机会好 这边买了个大蓝瓶 大招一开 灵瓜瓜要用大招了 来 我要大招 把你的分框给拆了 来来来来 好 火山爆发 终于还是放出来了 火山爆发 把它给拆掉 炮塔之类的 在火山爆发面前 也都是纸一样 灵瓜瓜表示 游戏可以说 大招必须放 来 6级火山爆发 这火山爆发 这个战斗能力有点弱啊 既然没有拆完 还得靠火魔 慢慢再补一点伤害 在你在补伤害的同时 对手的大军 已经冲到你家门口了 完了 这一波 手是守不住了 灵瓜瓜无奈 打出激进 我们恭喜 这名人组玩家 玩得不错 喜欢奔唱对抗的朋友 记得点赞不关注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